卫生部建议冠病患者在居家康复计划下结束隔离后 应该为住家进行消毒 受访的专业消毒杀菌公司就表示 自行消毒要注意安全隐患 来看记者吴良祥的报道 专业消毒杀菌公司指出 病毒有可能在地板上残留 因此抹地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而不同类型的消毒剂 在消毒表面所需的时间也不一样 短则一分钟 长则十分钟 专家说自行居家消毒有两大误区 包括有些民众把漂白剂当消毒药水用 喷雾腔灌酒精来消毒 这反而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不要用漂白剂去清洗尿基 因为漂白剂跟尿液会有化学作用 而产生氯气 其实氯气是对人体有害的 含有酒精的消毒剂 如果用喷雾的方式进行消毒的话 可能会有一个易燃的作用 然后可能会引起火患 十种评价超市授寻师表示 过去两个星期 顾客对家居清洁用品的需求保持强劲 包括消毒药水 漂白剂 多表面清洁剂等 外面病例太多 有时我们从外面回来 有时觉得自己很没有安全感的话 可能就会加强在消毒方面 我的孩子怕我在外面 问到那些病毒 在家里全部都是帮我买好好的东西 然后漂消毒 声松超市则告诉本台 到目前为止 清洁用品的销售和供应稳定 新传媒新闻记者 吴良香报道